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買的韓國化妝品 那有這一整袋都是 就是還蠻重的 然後就想說跟大家一起開箱 然後編完成一個妝 就是完全是看外表買的面膜 但是我看網路上面好像 大家說這個還蠻好用的 然後 是在裝潢嗎 好 他們家有分兩個系列 兩個系列我都有買 它這個是PH系列的面膜 然後它有分四種 然後我其實都是有各買一個 因為我不太確定哪一個我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 但是我朋友說它在當地是這一個 魚心草面膜是有做十片一組的 就是好像這個是他們的明星的面膜 它是魚心草 然後它是鎮定舒緩的 檸檬面膜就是提亮膚色 然後均勻膚色的 然後蜂蜜面膜是補水抗氧化 然後水庫面膜是灌水寶石 試試看他們的明星產品這個好了 魚心草 我剛剛已經上了化妝水了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面膜是有點像 化妝棉的感覺 還蠻軟的 然後超級服貼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在臉上還蠻舒服的 然後化妝水一樣 有點多 然後沒有什麼味道 非常非常淡的味道 好像只有水庫面膜是有酒精的 所以對酒精過敏的 可能水庫那一張就是要先避開 然後這種質地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超甜 超級甜 然後剩下的精華液 我會拿來擦腿 這是它舊的 然後我也是各買一片 包裝也是很漂亮 這個是魚心草的 就是我臉上的這個 但它是舊的 然後看 它是鎮定舒緩 牛奶的話它是美白提亮 然後這個是積雪草 積雪草就是在韓國還蠻常用的 這個保養品的成分 面膜裡面還有很多的植物萃取跟腳砂碗 然後做完皮膚管理的人都可以用 然後這個是每個人都不挑膚質 這都可以用 但是剛剛牛奶那一款好像 好像不太推薦 這個也是水庫 然後它也是補水保濕 這個好像不太推薦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看下來 就是我剛剛看網路上面分享 這系列它裡面的成分會比較沒有那麼安全 因為韓國的藥解沒有像台灣那麼嚴格 然後 所以在買韓國的保養品跟化妝品的時候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要注意一點 那網路上面是說這四款的面膜 雞雪草跟魚心草是推薦的 然後牛奶跟補水的 網路上面好像不是很推 因為成分的關係 這是新的一袋 然後成分大家是說裡面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只有水庫這個裡面是有微量的酒精 所以 看人 因為 酒精不會是全部不好的 嗯 就是要 這個是要看了才知道 因為它 這個系列它是PH面膜 所以它是都在還蠻穩定的PH值上面 這兩個呢是正宣墨的面膜 是乳霜質地的面膜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嗯 不是 是我沒有敷過 然後我非常喜歡乳霜質地的面膜 因為我覺得吸收度來講會 非常的明顯 你的臉的那個潤度會超明顯 因為我是感激 所以我用乳霜狀的面膜其實超級適合的 但也有一些精華液是好 就是精華面膜是好用的 用了專櫃的化妝水 然後用下來我覺得這罐是我 嗯 化妝水是我最喜歡的 你就是在外面用了一輪之後 你會很懷念它的好 然後 你就會想要再用 再試試看看 是不是跟以前一樣好用 因為你的肌膚年齡現在跟以前也不太一樣 你用的東西 你用過好東西 你也不確定你用這個之後 還會不會有感覺 所以 我還是買了 因為它是買大送小 所以還蠻便宜的 然後就 就買了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面膜敷完還是要把它 就是 把它抹進去 在我之前的 保養影片有講到就是 敷面膜就是 強迫你的臉去補水 所以現在就是 強迫你的臉去補水 然後它的質地是 我覺得摸起來不太會起屑 因為你知道化妝前 敷面膜 非常害怕就是 嗯 就算很有用好了 但是 你化完妝它還是會起屑 你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這種是 不會起屑的 然後不會黏 你知道有些面膜敷完 剛開始是水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黏黏的 就是很 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 就要找那一種 好用 然後又不會黏 這個是買正宣墨 然後 它送的 可是 我覺得超好的 他們家很有名的是 勢底乳 但是因為我勢底乳 跟防曬真的很多 然後我不想再囤東西了 所以 剛好它這次有給我這個 勢底乳 等一下就可以試 然後 這個是它的cream 所以 這個敷完面膜 就可以上一點點這個 就是這樣 大中小 乳液 化妝水 然後乳液 那我們 就先來用 乳液好了 然後就可以上 精華乳 通常上完精華乳 我就不會再上乳液 它這個有點香 所以 嗯 還OK啦 就是 它可以接受的香 有點像 香菜乳的那種濃度 就是你走在路上 然後 突然一陣 你會聞到 你臉上的香味 的感覺 如果是喜歡 臉上要有一點保濕感的那種厚度的話 這個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 它的質地還蠻 特別的 它雖然是精華乳 但它吸收 你知道它抹到最後啊 它會有一種精油的那種滑滑的感覺 但不是細 不是細的那種感覺喔 這個我覺得 還蠻好用的 就是很像它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層膜 在外面保護你的感覺 所以皮膚偏 真正乾肌的 我覺得可以 就是如果我住在韓國 這個我會很喜歡 可是我現在住台灣 而且好像天氣要開始慢慢 變得比較熱了 那我們來上它的 primer吧 它有四款 我都擠出來看看好了 我先擠這個 我想它很少欸 這樣透光看 就是一半 就到這邊 但是我覺得也比較好 就是 不要浪費 適合就直接去買大條的 先用這個 它是Tone Balancing Base 然後 它有封膜欸 很好欸 我很喜歡這種 很用心 在小地方的 牌子 然後 它就是均勻膚色的 它有一點點顏色 然後這個是 Smooth Thin Base 就是 我覺得是油機用的 就是可以在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應該也是那種霧面質地的 是白色的 然後 我覺得是有保濕度的那種填毛孔的 但是它是專門給 恩 我覺得是非常小的毛孔 像有一點大的毛孔 這個用我覺得 沒有什麼感覺 它是帶我一點點粉色的 很輕的質地 而且還蠻輕膚的 然後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比 那個精華乳的味道還好 最後一個 它是 Glowing Base 這應該就打亮 但這個是滿的 這罐超滿的 好笑 好像前兩個它是一半 嗯 前兩個是一半 然後後面兩個都是滿的 這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有光澤的液滴 這邊 它有光澤就是 很像這種感覺 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恩 好 我覺得這有一些油機用 可能還是會覺得不太夠 但是你如果只是要抑制它晚出油的話 我覺得乾肌用它也是ok的 因為它沒有到真的很收的很乾 我們來試試看打亮 我覺得 很漂亮欸 我覺得跟灑蕾手上差到多了 ok 這個 這個我很喜歡欸 差一點點那些 看 看 好喜歡啊我的天啊 好像 好像我就是蘋果雞回來的感覺 有沒有 就是很韓妝那一種 天啊我下次要買這個 好 這樣相較下來剛剛霧面那個好像 就還好了 恩 好開心喔 你看超美的 好 冷靜 現在東西太多了 所以要先把 這個用完 才可以買 這真的好美喔 我應該最近都會用這個吧 你看那個光澤度 這根本就不用再上底妝出去啦 如果你皮膚好的人 你只要可能畫個眉毛 上個口紅就可以出門了 超美的欸 我驚呆了 好 這個超美的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你知道 這樣 買到好 結果這是送的我沒有買到 太好笑了 但還是很開心 喔他還有再送了我一個 化妝水 韓國人真的很厲害耶 他送多少東西 氣墊網路上面還蠻多人分享的 然後底妝好像比較少 所以我先用底妝看看 買他最新的粉底液 超美 很像那個香水 我之前有分享一罐香水 跟他們家包裝超像的 是不是很美 好我們來打開 好 然後是長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個 粉撲 然後有一個套子 打開之後是長這樣子 他臉頭啊 都是做同一個色系的 但中間這個控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啦 我是打得開的 整體感做得非常好 你可以看他那個 Logo 來試試看吧 我不知道這顏色對不對 其實蠻緊張的 好 壓一下 他有很傳統的粉底液的味道 就是這一塊 半邊臉好了 因為這邊光比較亮 我覺得大概擠一下就是全臉的亮 他延展度還蠻好的 但他有一個 很熟悉的化妝品的味道 然後我先從這邊這一塊開始 這個顏色是比較黃的顏色 原本也要買那種比較粉的 但是我有點害怕 因為之前也有買錯過一次 欸我覺得 好 好 我先拍完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加那個4滴乳耶 那個光澤很漂亮 然後遮瑕度我覺得很剛好 然後好像有一種 越拍越漂亮的感覺 我先認真拍一下 先讓我認真拍完 然後他做這個尖尖還蠻好的 就是像有一些鼻液 你可以就是把它壓進去 還蠻 還蠻周到的 然後這邊也是 那個誰的氣墊好像也是這樣 是阿蠻尼嗎 我跟你們說 我很久沒有用到韓國底妝 我超愛 你看我的臉 這是什麼陶瓷雞 你看 超美耶 這是仙女的光耶 就是 這是什麼拚命老百姓 剛剛敷完臉的時候你會覺得 好這邊好像已經還不錯了 你看到這邊你就會覺得 OMG這是什麼 這是要買的東西 好 天啊 就是 我這邊剛剛沒有上到打亮的地方 然後他的光澤度還是很漂亮 嗯 超美 這剩下怎麼辦 要什麼得用 冷靜 他 是要幾個蕊 這個是我想說是要有幾個蕊 這個是蕊 氣墊的粉底蕊 然後這個是concealer 其實這樣就破梗啦 好啦 反正 他這個超酷 就是 喔他包裝是長的黑色的 黑色的 就是還蠻經典的 但是他的金是有一點 他是拿玫瑰金的去印 然後這個是他的粉撲 他的粉撲啊 有一點像 海 sorry 他的 他的海綿 粉撲 海綿 他的這種質地就是很像 有一點點 毛在上面的感覺 然後非常的軟 然後他們家的底妝就是 你越拍 他就是會越亮 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剛敷完臉 這是他的內妝 然後啊 下面 這邊 你要把它推一下 推出來 有沒有 推出來之後 推出來之後 然後你要再轉 把它轉出來 這個是他的遮瑕 你看這邊有點 粗粗的 就是磨砂的感覺 這邊也有 這是他的調色盤 有些遮瑕膏會很乾 在某一個區塊 例如說眼下好了 你可能單用這個 你會覺得有點乾 然後你就可以再加一點點這個 他裡面的粉底 然後你去調 他就會 沒那麼乾 他就會比較潤 所以你再上在一些 比較有巴的痘痘上面 或者是眼下上面 就會覺得 比較剛剛好 所以 我朋友超了解我 他就是覺得我會喜歡 因為我超喜歡 亂調東西 不是亂調 就是 去玩彩妝 你知道嗎 這個隨身系統多方便啊 我覺得這個超棒的耶 我們趕快來試試看 然後打開 然後蠻一般的氣孔 蠻一般的海綿 這樣子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他 居然 好 先上完 好 我覺得 怎麼辦 我寫不出來 我只能說 喔 疊一點點上來 氣墊的遮瑕 我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但是 我 我 就是我鏡子直接看嘛 嗯 氣墊的遮瑕度還是比較好 然後氣墊的遮瑕度比較高 然後氣墊的遮瑕度比較高 保濕度我覺得都還OK 保濕度都是 保濕度都是 都是有的 因為畢竟在韓國他們那邊其實還蠻乾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自己保濕度還蠻 應該也會很要求吧 這是Fail Light 然後剛剛的底妝是Fail Fail Light的顏色比 Fail的顏色還要再深一點點 可是 是自然的 我反而比較喜歡氣墊的顏色 底妝的這邊顏色反而會有點太白了 就是 但也是漂亮的 你可以看得到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 不知道我都很喜歡 我選不出來 我覺得很糾結 知道怎麼辦 剛剛罐狀的粉底液啊 它是會比較保濕 然後它的透度會比較好 然後氣墊它就是遮瑕度比較高嘛 所以相對的 它透度沒有到它那麼高 可是 它的遮瑕度就是比較好 就是 但它也不是說沒有遮瑕度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剛剛我臉紅一下嘛 然後這邊其實完全沒有浮出來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我只能說 粉底液的用量一定會比較省 氣墊你會用的比較快 然後 對啦 它就是有在加遮瑕的功能啦 所以 我真的選不出來 好 其實增瑕力還蠻好的耶 它在把我眼下 就是 暗沈的地方 該遮的都遮得差不多了 所以 我們先單用它看看好了 用這個 我覺得用起來它雖然是高啊 可是它沒有 它不乾耶 下次是不是要買它的遮瑕 它的遮瑕還是會有透感的 它會有一種光透感在裡面 所以它不會有 霧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 所以你上在眼周 它是不會乾的 只是 顏色 可能 像是 黑眼圈比較重的 你可能還是要用橘色 或者是別的顏色先校色之後 你再上顏色才會漂亮 那 它蓋在嘴巴旁邊的話 我覺得它就不會乾 然後 你唇膏的延伸度 它就不會卡在粉底液上面 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 就是 有時候你要補或是你要上的時候 它的底妝會卡住你的口紅 然後它就是會有一層很厚的感覺在上面 那這個就不會 就是買了這些它還有送眉筆 以前有用過他們韓國這一種 筆桿的 的眉筆我很害怕 因為 超好上色 然後超好掉 就是 好 我來看看 喔 你看我超輕的 超好畫 然後 應該也是超好掉 但它的質地有點像是 那個 眉粉 的感覺 它就是很像眉粉的質地 但是它做成筆狀 所以這種在畫的時候 反而要 超輕 因為 你很容易 不小心 它就是會 一塊一塊 就是 一樣非常好上色 我們來看看 那我每次看韓國老師 就是他們在 畫眉毛的手法 真的是 輕如 羽毛耶 就是他們真的是 就是 慢慢的貼上去的感覺 所以 我們也來試試看 這種就真的是要這樣畫 就是超級輕 感覺講畫也要 輕輕 學他們的手法畫的話 是很好用 就是很漂亮 我試試看 如果用頭畫 用頭畫它的那個 一條一條的 就會 就是 真的是要平貼 然後很輕的去畫 然後那個 感覺 才會出來 就是會 比較像他們 霧眉的 或者是 就是很像霧眉的那種感覺 但是 你直接用它的尖頭去畫 我覺得 嗯 除非你喜歡啦 但 我不太喜歡 就是 真的很像那種 霧眉完的 的 眉毛耶 覺得 蠻有趣的 顏色是好看的 跟我現在的髮色還蠻大的 至少有找到 用它的方法了 這樣我就比較安心可以睡了 可是它這一組都是送的耶 就是 超好的 它削筆器應該也可以拿來削那種 那種 那叫什麼 唇筆 這樣 它是一個洞的 就是 就是 佛眉筆的啦 但還蠻好的 韓國彩妝真的是 就是 買了會很開心耶 就是會一直送東西 刷子我這次買了四支 素姿 然後都是 粉質地的 其實現在沒有差 現在就是很多人會拿粉質刷去刷膏體 因為有一些粉狀的刷子刷膏體 還比較適合 其實我蠻好奇你們會把套子留下來嗎 這個套子留下來 我買四支 三支是眼影刷 然後一支是腮紅刷 然後每一支都會有一個透明套 這樣子 拆掉囉 然後我那時候是 看我朋友的刷子 好像摸到腮紅刷我超級喜歡 因為 跟你們說為什麼 那腮紅刷的頭這麼小 這就是我要的完美的 腮紅刷的大小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亞洲人說真的 我拿我的腮紅刷 你看 一般的腮紅刷 跟他的腮紅刷的大小 這個 我覺得他比較適合拿來打蜜粉 因為 你知道有些刷子超大 但是你根本就用不到這麼大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種刷子就夠了 然後 你腮紅你要 你要這麼大幹嘛 腮紅真的不用到這麼大 腮紅刷 這個我覺得已經超緊繃 但他好用是因為他的 他的面只有到這邊 你上面根本就不會用到 所以 他的大小其實也才這樣 跟他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我摸到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 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刷子啊 這真的是 因為他的毛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摸到的時候 覺得這隻就是要買 我很少推刷子 因為 我覺得刷子 目前我還沒有 有來有幾隻 但是我沒有到 要真的要推刷子 但這隻我真的是 我那個摸到就說 一定要幫我買 而且我那時候也蠻想說 要幫我買兩隻 但是我想說 我先用一用看好了 然後他的刷毛 他就是很貼 所以你可以輕輕的 這樣子去上 他只有這一塊會上到 然後你用拍的 也可以 這個 我超愛 我就比較保守一點 我就是買 比較常用的這種 雲眼刷 但是拿到之後啊 他的雲眼刷是比較扁的 有沒有 他是比較扁的 所以他變成比較像是 壓色的刷子 他不是 他不是鬆刷了 鬆刷都是圓的 然後他這一隻是扁的 所以這個變成比較像是 我這一隻 就是 尺寸刷 這個 但是尺寸刷這個 又太扁了 但尺寸刷這隻我還蠻常用的 可是有時候就會覺得他太扁了 就是 所以他這個 我覺得壓出來的顏色 應該也是 也是柔柔的 因為他是可以壓 又可以 打圈 好 然後這隻也是很 很安全的 暈染刷 他就是圓頭的 然後局部範圍 就是在一些 這邊 佼佼的位置 下眼影就會有點太 除非你妝要畫得比較濃 但 我不會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我要拿來打下眼影的地方 因為他的頭非常的細 比較小 但是又不會到太小 因為 我這一隻我超常用的 所以他們大小是差不多的 OK 好顯 然後 好像 這隻就太短了 但這隻比較像是眼線刷 就是 壓在那個 上眼影的 就是深色的地方 可以壓在眼線上 所以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 貼的程度啊 也可以拿來當遮瑕 這個 應該還OK 而且他還要用拍的 然後我還買了他的兩個眼影 那我們來試試看眼影吧 眼影的盒子包裝反而比較簡陋耶 就是 沒有什麼 它是長方形的 然後 這個是會變色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底色是有點紅 然後上面是有點綠綠的 然後 這個的話是 就是 比較常見的 金色 可是我看試色啊 這個顏色 就是大家說一定要買 因為 它的顏色試起來跟它直接看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不一樣耶 它是 它就是底層 有一個橘橘的光 然後上面是 嗯 有點金 但 加上它的底色 它就是會變得比較橘 這顏色還蠻漂亮的 是溫柔的那種金 跟那種很俐落的金又不一樣 這顏色漂亮 你看它的橘色反光在 金色上面 它重疊起來的光澤度 就是還蠻溫柔的 不是那種很 銳利的金色 其實它 它算是那種疊起來的變色 然後 另外 就是現在這一顆 它是比較像是 真的是光感的變色 它是紫色 紫紅色耶 然後它的光澤度 你可以看一下 這顆也很漂亮 其實在鏡頭下面看它是偏紅 可是它現場看是偏紫 它的光是 呃...藍紫色的 就是比較 不一樣 但兩顆都很漂亮耶 嗯...怎麼辦 那我就直接用 剛剛我說的扁平刷這一支 我先不打輪廓 然後直接去暈在眼睛上面 我覺得沾起來不太會飛粉耶 我覺得沾起來不太會飛粉耶 然後你膽它它也不太會飛粉 我覺得現場看 那個光澤就還蠻驚人的 就是... 而且很貼 你看它的水感很漂亮 你看它的那個水感很漂亮 哇...它們家眼影也是蠻厲害的 它沾得到的地方就只有白色的頭 白色的... 區塊 白色頭的區塊 所以算是介面比較... 小的地方 很好用 深一點的輪廓啊 因為我這次他們沒有買 所以... 深一點的輪廓 我想說用SUKU這個 這個 這一支還蠻好用的 這真的是做到很細耶 長這樣子 超寒 因為底妝的關係 這邊是還沒 這樣子 這邊我想要不要那麼... 多 因為... 剛剛為了想要看它的顏色 就太多了 我覺得另外一個顏色應該也會很美耶 就是偏紅色的 好...這真的很漂亮 這樣看不出來 可是其實... 出去外面的話 這樣可以這種光澤就夠了 這樣就會比較多 這個超美 怎麼辦 看一下喔 剛剛講的... HINTS 這兩個是唇釉 然後這個是唇膏 然後唇釉的話 它好像有十色 然後我買兩色 我買三色 然後有一個顏色還沒到 但... 就想要趕快開啊 我這已經放了一個禮拜了耶 然後... 這個的話 它是唇膏 它是一個是霧面 一個是亮面的 然後... 我都買... 比較常用的顏色 想說... 想說試試看 然後... 質感有一點那種 復古的感覺 它用那種 不是很塑膠感的質 它是... 有一點點... 它沒有上膠的那種質 然後去配上... 它燙金的質 就是... 我覺得有點復古風味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是唇膏 然後它的包裝是霧面包裝 然後... 裡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打開來... 它的... 咬成很像花的... 花包的那種感覺 很漂亮 這個是霧面的 然後這是亮面的 一樣的形狀 然後它... 會有一個Edge在上面 Shirley... 是不是選漂亮 然後它就是... 它的切面滑落到下面 這樣子 很漂亮 唇釉的話... 喔... 它... 唇膏... 跟唇釉打開來的邊條 都會封條 我看了還蠻多試色的 然後... 呃... 這個顏色是我一定會買的啦 就是帶有一點土橘色 然後其他像是1號 1號是帶紫色 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2號跟3號我也蠻喜歡 但... 因為我沒有摸過質地 我不敢 所以我就是... 比較保守 然後我們先來試試看 是水感的 可是其實現場看啊 它就是透... 我覺得跟眼影的概念有點像 它是有底色的 但是它上面會有一個光感的... 唇蜜在上面 但又不是唇蜜 然後它是不會乾的 很我... 會喜歡的顏色 喔... 現場看的顏色會更深 然後... 還蠻漂亮的 帶有一點土橘色 然後... 6號顏色更淡 我看他們韓國的youtuber 上唇 就是... 沒有什麼顏色 但我就是想要 因為... 我很喜歡那一種... 若有四五的感覺 喔...不會... 這個還蠻... 這個... 喔... 這個比它還要膚 然後... 但是現場看顏色 這個顏色比較深 一點點 但它其實還是膚色 所以你要更亮的顏色的話 是這一個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自然 如果你上班不想讓人家發現 你有上唇膏的話 就是... 就是要6號 但是你想要有點氣色 沒有關係的話 就是... 5號 這個是... 亮面的 嗯... 顏色... 看喔... 現場... 會再... 紅一點 現場會紅一點 但這個顏色就是... 超完全 就是... 我喜歡的顏色 我會買這兩支 就是因為... 它們顏色還蠻接近的 然後我只是想要看質地 喔...這個顏色我喜歡 我當初啊... 我現場看顏色更橘 然後更... 更... 更亮一點 然後我當初... 我以為我會喜歡這個 亮面的 但我現場看我會喜歡這個 霧面的 很漂亮 就是... 很有氣質的顏色 這樣看好像顏色比較準 嗯... 就是... 這樣子 你可以鼻鼻看 這就是比較有氣色 我上口紅 然後我疊唇右看看 你覺得它形狀很好畫欸 就是... 完全是服貼著你的... 嘴巴 就是我喜歡的顏色啊 超漂亮 它是霧面 但是它在嘴巴上面完全沒有... 感覺 就是... 很輕 很... 很輕 然後不會卡唇紋 這次買得非常滿意 怎麼辦 天啊 這次都很好用欸 那我們來疊深的顏色好了 更橘 然後更土一點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要怎麼辦 而且... 我覺得用疊的就不會黏 然後還蠻舒服的 現在我們用看看這個 這個是我朋友上一次去韓國 然後... 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用過的顏色 因為它是土土的顏色 我們來試一點點 連開都還沒開欸 天啊 一種棕色的 然後一樣 用剛剛這個刷子 輕輕的 我們先試試看它的 展色度 跟上色度是怎樣 顯色度還蠻好的 然後... 著色力也很好 然後後面這邊啊 可以加深一點 就是假裝修容的顏色 可以往上 這隻刷子真的是... 完美 我覺得大部分的女生 曬紅刷 都是這個大小就可以了 這就是超完美的刷子啊 你看 很美欸 這個曬紅顏色也很漂亮 這次的東西真的 沒有什麼雷的耶 就是自己買的東西 然後... 真萱莫私底屬 一定要買 就是打亮那一個 一定要買 你看 脫肌膚不是人類的肌膚啊 那... 如果有什麼問題啊 或是 有什麼要交流的 都可以 在下面留言 然後喜歡的話 幫我按訂閱分享 給你的好朋友 然後... 或者是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 下次見囉 拜拜